Hello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90后青岛小哥 卖海鲜走上发家致富的故事 首先要感谢大家的观看 清晨五点多钟 在青岛的西海岸新区五一山早市上 整次的买卖妖鹤山游远而近 这里早已人头攒动 90后的青岛小哥大凯就是其中的一员 相比三年前北台卖海鲜 新的他已经是附近有名的蟹王 三年时间里从英明的商贩 演变成批发海鲜老板 这一切都源于他能吃苦 在创业过程中处处留心 挖掘山鸡 在烟台下至莲蓉杆周山 周边沿海口岸里面 哪里有好货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大家都知道 放海鲜光吃苦还不动 必须能掐会算 在春天里 青岛的立虾 霸鱼 新鲜上岸 为了拿到好货 他经常半夜住宿码头 优质的海货质量和公道的价格 懂寒的人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夏天是休余期 整个沿海口岸 没有新鲜的海货上岸 他就琢磨着晒鱼干 晒虾米 批发他最拿手的海生鲍鱼 每年的八月份以后 周山地区提前开海 滑蹦难跳的缩子线 让人垂颜欲低 跑货源找市场 出身牛鱼不发火的他 跟起同行 做起了周期蟹子 全东家直接发货 减少中间山剥皮 携手共银 让这个小买卖 做得分身水起 正然每天只睡五个多小时 但每天能见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小夫妻俩是越拼越有劲 三年多的时间 从摆地摊到地下室 现于经的他 有了自己的海鲜店 一步一个脚印 成长的历程有目共睹 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问他 都说海鲜利润大 自己有没有害怕过 他告诉我 那当然有了 宝卖海鲜 特别是鲜活的海货 不仅要了解市场的需求 看货挑货 哪一行都需要三到四年的经验积累 去年的时候 他曾周山 拉了一车缩子蟹 价值十多万元 由于装图汽车抛锚 耽误早成了发货时间 大家都知道 蟹子活的与死的 价格相差数倍 可想而知 当时的压力有多大 切好当时同行问支援 帮他解决了这批货 从那时起 他懂得抱谈取缆的重要性 同行也不一定 全都是竞争对手 现于今他有自己的店 有自己专业的养殖池子 可以横温横湿 有效地保证了海货成活率 冬天是青岛旅游的暗季 天寒地冻 出来逛街的人少 很多人都选择休整在家 而他通过网络 拓展销售平台 建筑网络的力量 通过自媒体 抖音等平台 打造本地小海货 线上线下一条龙销售渠道 三年多的时间 大凯的买卖 通过网络遍布全国各地 最远的地方 到达过内蒙 云南 每年有不少老顾客 通过手机网络预定 他家的新鲜海参鲍鱼 他根住不同的消费群体 定制出不同价位的货源 诚信为本 货真价实 在单地海鲜圈里 也算是小有名气 在现场 我们除了看到新鲜的缩子蟹 海货外 还有各种晒好的虾米 甜鱼干 干海参等等 据他介绍 这些都是无添加剂的本地海货 晾晒而成 货源主要来自附近的如叉岛 其面也如感 南亚 作为一名80后 看到90后的青岛小哥大凯 这么拼搏 真的有点万成莫及 敢拼敢干 务实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